这里的一个二手市场 这里的机械好像是今年的行情不好 非常的便宜 跟这边的老板也有点熟悉 去年跟朋友借了一点钱 花了17万 在外面买了一部大型的装载机回来做事 本以为可以赚点钱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今年的行情没什么工程做 所以也没赚到什么钱 现在又快要过年了 跟朋友借的钱一直还不上 所以想把自己的装载机 卖给这里的老板也开过这边来了 刚才跟这里的老板谈了一下 让我意想不到 这个装载机怎么会那么的便宜 跟废铁价都差不多了 4万块钱老板都说不要 大家一起看看到底为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部装载机也是二手买回来的 当时花了17万 外表看上去还非常的崭新 是一部16年的装载机 这部装载机也是跟我一个朋友 两个人合伙买的 请师傅开 我也偶尔会开一下 看起来还非常的崭新 然后问题就一些油管老化了都换了 发动机到现在还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家一起帮忙看一看 这部装载机现在到底能值多少钱了 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还非常的崭新 刚才我把门还有发动机盖都打开来了 等一下我们过去看一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今年没什么事做 这个长豆还非常的好 然后请着师傅也比较的勤奋 会经常打这个黄油 这些销还很好 这些销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部16年的装载机 那边 因为那个牌子 被石头还是什么刮花 就看不到了 这是一部16年的装载机 还有轮胎 轮胎还能用刮花 很多 总行的就知道 装载机这个轮胎 只要做它似的都很容易刮花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 下面这里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变速箱这里 有一点点漏油 这只是小小的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这边 地上我们可以看到 会漏一点点油 还有这些油管 油管 只要老化了的都换了 这根就是之前换了的 然后那根还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发动机这边 发动机这边没有打开来 我们看 发动机也不会烧机油 也不会漏油 发动机还非常的新 大家看一下 保养的非常好 容工专用 原章的 这发动机没有拆过 这些螺丝 大家可以看 看到 不会漏油 发动机这里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这边 还有这边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发动机非常的好 一个螺丝都没有动过 然后驾驶室 我们看一下 就变速箱 漏一点点油 但是不影响工作 大家看一下驾驶室 还有这个空调空调没有坏 那就是操作干 一点点的空隙 我们看一下 还有这个时长 这个时长就有点长了 这个时长 做了有8000多个小时了 现在还能正常的工作 还有这边 这边的话 前面这个灯 不小心给弄坏了 然后那边的灯 就还好的 大家帮忙转发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看 本来这样的新车 都要卖30多万的 为什么这样的二手车 会那么的便宜 都没人要 是不是行情不好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探讨 好了 本期视频就这样分享 谢谢大家